不管有人没人我还是要坚守我的阵地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我们讲卤味 刚才我们说了嘛 卤味它的难度其实是在于 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让你所有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做卤味是统一一个口味 你的品牌就是一种风格 就是一个标志 所以我们怎么样用 它的这种三星味不同 口感不同 油脂皮脂完全都不同的 完全都不同的东西 然后在一锅汤里面 它出来变成风味一致口感一致的东西 这个第一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掌握的东西 那第二个呢 很重要的就是 让这些东西长期保持一个一致的风味 它的调味跟它的熟度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比较涉及熟度 就是你出来以后口感都一样 这个是涉及它的熟度 还有它的处理手法 好东西脆不脆 然后软不软烂 然后好不好吃这些 吃起来它的口感搭配起来 有没有让人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这个关乎熟度 那调味呢 就是卤味里面最重要的重中之重了 那我们调味呢就有很多个面向 第一个呢是它的咸淡甜 这些酸甜苦辣咸里面的这一系列的风 这一系列的这个味觉上的感受 那还有这个嗅觉上的感受呢 就是我们的肉香香心料 独特的中药味 还有这个飘香度的感觉 所以这么一缩下来 我们用很学究的方式缩下来 卤味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专精知识 且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面向的一个料理技巧 很多人呢长期呢就是觉得料理面 卤味其实是最简单的 什么东西我丢下去一整锅起来 就可以吃了 味道一样还很好处理 俗称的一锅熟对不对 但其实如果要营业用 或者是我们要居家也好营业也好 我们要长久做出来一锅 经典又好吃的卤味 就不是这么的简单了 所以呢 首先呢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口味稳定 不变 不变 它是用变作为依照和参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要你的风味 你的稳定度是永远一致的 那你就要在每一次的料理中 不停地掌握一些变量 比如说今天跟昨天你卤的东西 卤的重量 卤的食物不一样 你需要加进去的盐 糖 味素鸡粉这样的东西 它肯定就是不一样 那你每一次出来的卤水 你一定要去体会 它的中药 香辛料 它的卤包要怎么样的调整 跟大家说 我们平常呢 我们标准化 现在标准化的操作 大家为了方便 就是说我们的卤包 一整套配方 比如说我们里面有13味药 然后呢 是固定的这一套配方呢 全新的 然后其实 真正厉害的卤味师傅 他从第一次开始养卤水 做新卤水的时候 他用到的中药量是一样的 往后所有的 这个香辛料 它其实是一直在调整的 比如说今天他卤的猪比较多 那隔天 可能他的这个桂皮八角 他需要调整一下这个量 今天卤的牛比较多 卤的这种鸡 油脂的东西比较多 可能他要调整 成皮 三杂 滋咳 类似于这种去腻的东西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 卤味 如果你要形成一个品牌 形成一个风格 一个标志 它其实是 要在非常大的变化中求稳定的 所以这个就是难度 所以卤味呢 既容易又难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那 接下来呢 就是什么 第一个是它的香气嘛 我们闻到的 嗅觉上的这种感受 然后熟度呢 关乎这个口感 那还有呢 这个肉香气呢 就关乎于老卤水了 老卤水这个课题呢 就非常的重要 老卤水用起来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首先非常简单 有老卤水 你的肉香会得到很好的体现 无论是 尤其是有时候甚至是一些不是那么新鲜的食材 不是那么好的食材 但是如果是老卤水的这种加持 甚至呢 都能提升 它让你有一种 这是新鲜原料的错觉 就是这么的神奇 因为呢 好的这个老卤水呢 它会给你这个肉香有一些补给 然后呢 所有的中药香辛料 在初次使用 隔次使用 前面使用的时候 它那种香气是很锐利的 很锐利 然后很重 然后很冲的 那有了老卤水呢 它就相当于它的棱角呢 都会被磨平 它的所有的这个香料的风味呢 也会融合的比较好 不会有一个特别的突兀 就像呢 有一些卤味包呢 它为了强调这种清新气 它可能会用到这个香茅草 一类的东西 那这一些本来就是活性香料的东西呢 它在前几次的时候 它不够圆润的时候 它就很冲 整个卤味就像我们说的 即便是你有用排草啊 然后菱香草 这些东西去调和 它还是会呈现出一种 类似于香皂味的 这种居文水味的这种感觉 香茅草 也不是放多了 它就是一个定量的配比 但是它还是有做毛病 就是因为前几次呢 卤水不够老 它里面的肉味啊 油脂啊 没有办法压制住 就有点像你在泡这个 香茅水一样 它就率先的 这个味道就冲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关乎香料不够圆融的这个问题 所以作为大家想要在卤味中 营业用形成你的个人品牌的标志风格的时候 这个稳定度就是我们一直要去学习和功课的课题 所以大家了解 老卤水呢 就会帮助你平衡很多这一些你无法掌控的变量 如果你每天都是开心乳水 或者你隔一段时间就开心乳水的话 你的卤味呢 就也是很难稳定 那有经验的做这种卤味的人呢 它的保险师 不会只有一条 它的老卤水呢 它们是一边在卤东西 一边在拿老卤水出来 冰起来 然后呢 在下面的营业中 在下面的这个卤制中呢 它们会一直把老卤水再拿出来 反复的回氧 动起来 回氧 动起来 让自己呢 这个卤水一直有延续 所以呢 大家听到的百年卤水 不是真的说 百年卤水不是真的说 我这一锅一直卤到底 然后每次就加水进去 我又卤什么 不是 它们是有一个循环 养护卤水的工序在的 所以它们卤到一定时间 这个肉香度 它们觉得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们就赶快 打出来分装一些 然后冻在洞库里面 然后保养起来 那以前 包括古早 如果真的没有冰箱 没有洞库这种东西呢 它们就会 养一些卤水起来 反复加热 然后保存起来 用地窖 这就是所谓百年卤味 或百年卤水 它们一定会有的一些工序 现代科技的这种调香 添加 或者是很多这种技法 是没有办法去替代 由我们现在 现代我们的食品工业发展了 调味技术发展了 很多东西发展了 我们都会研究出一些 替代繁复工序的 这种调味料 调味料或者调色剂 等等的东西 但是 卤味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 老卤水可以带来的功效 糖色可以带来的功效 是用其他的这种化学 化学工事 还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 真正好吃的卤味 为什么 它真的蛮难去复制的 如果真的这么好做 这个东西被证实的口味好声音好 它在很多地方 就会被复制出来 所以卤味呢 它真的你有控认基础 甚至是你是一个长期煮菜的妈妈 你也可以几分钟 就一两天 就是平常我们在上卤味课 可能就是大概三到五天 会把一整套流程交给你 是可以听完 是可以听完 你也可以记住 包括你是有其他的 控认基础和条件的话 你是真的可以听完 可以理解完整个内容 但是你要去真的 做一个品牌的卤味 你要真的长期让别人觉得 你是好吃稳定OK的风味 那真的是要用很多年去磨练的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在里面 那卤水 我们现在讲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老卤水 它要怎么保养 它要怎么保养 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养卤水的时候 很多师傅呢 尤其台湾这种天气 它很潮湿 很闷热 所以台湾的这种卤水的保养 就更困难很多时候莫名其妙的 明明你尽自己的所能 回想起别人或者是你的经验 告诉你应该这么做 但是第二天来 以前我在厨房 我们自己品牌的卤味就是这样 明明有加热 明明有擦干净 明明有做好一切的工序 第二天打开一整桶的卤水 就冒起了白花 而且是它是像那种 就很神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如果有营业用的朋友 就是那锅卤水我们卤了这个内脏 然后也是我们精心养护的卤水 然后突然间我们前一天也有加热 也有做好所有的擦干净整理好 用我们的这种姿势去处理好这个卤水 谁知道第二天来 一看这个卤水它就长出了白花 而且是非常恐怖的 直接长到了桶边一样高 像肥皂泡泡一样的 我们都甚至觉得厨房是不是进贼了 是不是进贼了来下毒了 那一整桶卤水其他卤水都没有坏 就那一桶卤过内脏的卤水 它突然间就冒起了这个白色泡泡 像肥皂泡泡一样 已经高到快到桶边的地方 整桶卤水就一夜之间就坏成那样子 所以卤水的养护 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 如果你想你的卤水一直有这种圆润的肉香 然后和谐的这种香料的香气 就一定要去做好老卤水 所以我们就要去控制 如果你的厨房也不是很大 你运用的厨房也不是很大 然后你的人力成本和你的一些冷冻的条件 真的没有很佳的时候 你怎么去养护老卤水 我们要借助一些古早的思维 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知识点 就是卤水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容易发酸发臭 大家要记住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碰到一个温度 就是我们的乳汤在50到60度之间的时候 是温度是细菌最喜欢的温度 这个温度维持的时间越长 你的卤水发酸的这个几率就越高 而台湾的这种温暖恰巧就很符合 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一个北方的地方 或者是一个比较 或者是你身处在一个比较炎热的地方 它的卤水它一直比如说你从加热到第二天 在营业的时候它一直都到七八十度 它都不会降温到 它的这个很热它都不会降温到一个程度 它也不用生细菌 它也不会生细菌 它如果一下子温度就降下去了 也不会生细菌 卤胃里面通常会腐坏的这种细菌 通常是在50到60度之间的 所以台湾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的 之前我就有见过我们请来的员工 他们觉得我们的中央厨房的温度比较的热 他就觉得卤汤会放凉了之后会比较不容易酸 他在加热卤汤之后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夏天的时候他拿一支大电扇对着吹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这其实是更容易让你的卤汤坏掉的原因 为什么他直接给它吹到了五六十度 然后如果上面有一层层油又在保温的话 就很有可能你隔天来 它就莫名其妙的酸掉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再做一些科学的验证和考究 和一些科学上的理解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知识误传 歪打正早的反而导致了你的乳汤会发酸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拿电扇去把这个乳汤去吹凉 他就会觉得这个乳汤很热放凉了之后 就是吹凉了很闷整个厨房很闷 我们厨房通常都是热气 那他一直闷在这边东西就会闷坏 这是我们常人的理解 比如说我们放一道菜在桌上 如果厨房很闷 它真的就是会比在常温的地方闷的更快坏 但是殊不知你恰好就吹到了细菌最喜欢的温度 它就容易 如果你在走之前你把卤味已经捞好了 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了 你是不加热的 因为你觉得厨房很闷 我把东西吹凉了是不是就会不会闷坏 于是你就开电扇 本来是七八十度的温度 你给它吹到了五六十度 放一个晚上很有可能就坏掉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养卤水我们要记住温度 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卤汤坏掉呢 就是要避免这个五十到六十度 所以有几种方式就是可以让这种事情去避免的 第一就是我们要有一层卤油 这个时候卤油就登场了 卤油它如果封了一层油在上面 你的温度就很难去降到这个温度 或者是你停留在五十到六十度的这个时间没有这么长的话 它都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去腐坏的 而且油它很好的封进了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个细菌到乳汤之中 所以有一层油的汤大家有没有发现是没那么容易坏的 很多的朋友养这个老卤水他会觉得这层油闷在上面不利于散热 更容易闷坏乳汤 于是他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他营业完之后他把这层油捞掉 他把这层油捞掉另外去放 那好了你这一锅卤汤它就更危险了 所以蜂油是卤味技术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要点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桶边擦干净 为什么桶边的这些都是我们卤味卤出来的一些血沫残渣 腐蚀在桶边还有油上边这一部分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又脱离的油又脱离的水 浮在旁边浮在周遭他们是第一个会去发酸腐坏的东西 他们没有任何的保护就像在空气中裸奔一样 所以这些元素一定要避免 所以我们每一次卤完东西之后再累再累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里面的残渣打捞干净 我们用蜜肉勺把里面的残渣打捞得非常干净 桶边也要擦得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时候就达到你要养护卤水的第一步了 第一步清洁的工作就到了 第二步就是你有条件的话就是要把它加热到煮滚 加热到煮滚的时候我们在关火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的以前很多师傅或者是在很多口耳相传的 这种有经验的卤味人的口里就告诉大家不要盖盖子 真的是不要盖盖子 为什么呢 这个你在加热的时候这个水气它会一直浮在盖子上面 当你的汤是滚的时候滚烫的时候八九十度的时候 这个水气滴下去完全没有问题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一旦你放凉到了五六十度的时候它的水还一直在往下滴 它就有可能尤其你的桶是不干净的 碰到什么东西它就有可能这种带着细菌 蒜水的东西滴到桶里面的时候 它会导致你的乳胃发酸 而且乳胃发酸它不是一个一下子就坏的过程 像我们平常在用的这种保养品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保存期限 它其实是有一些物质它从你起风开始 它是一个很活化的很活药的成分 在你的脸上在你的身体上有非常好的效果 它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死去 你的保养品就不会那么有效 所以为什么极其品的保养品它的功效永远没有新日期的好 是这样 那同理这个乳胃也是 它也是一个慢慢死掉的过程 当开始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在比如说我们听我们去尝试一些乳水 它开始是你觉得味道怪怪的跟昨天不一样 它好像只是有一些东西歪掉了 但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卤水已经不能要了 你再加热再回去 它已经回不去原来味道 它就会慢慢死掉 就养不出那个汤的醇厚度 所以大家知道老卤水有经验的 做得好的 他们的技术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那个香料包吗 所以很多人 就是每一次 有很多这种学员 就是会拿一些配方来跟我分享 说这是我某朋友 或者是他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这个配方是别人多少多少万买来的 然后是跟某某某什么名牌的配方是一样的 我相信有一些是真的 真的是那一间名牌店的配方 他们原封不动的配方 但是真的那个配方这么重要吗 它不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我们知道的做得很好的名牌子的这种配方 他们其实就用了七八味的药 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只用七八味的药 但是他们每一味药都很恰当 每一味药都有很好的这种香气 跟这种圆润的感觉出来 所以你吃到它的中药香味很香 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大秘方 十几二三十味药 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 我看到有一些方子我都想笑 二三十种香料 这一些大家不要去相信那种 二三十种香料的配方 绝对百分之一千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呢 通常我们食用的这个配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五香 我以前说的五香八大味 十三香二十二香 通常十三到二十二之间 如果调配的好的话 调配好的话是很容易出特色 很容易做得好的香料 通常超过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的香心料是什么 大家知道人多的时候就是容易打群架 香料也一样 香料的位数越多 你需要的这个克重 你需要这个调和 这个精准度就要越高 你就更难去掌握 怎么样去平衡它们 所以呢 你不信去乳乳看 这种给出你二十多味 三十多味药的这种配方 你要么就是你的乳酮很大 乳水很多 否则呢 它就是一个打群架的感觉 它整个乳汤是很闷的 很多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在用香水的时候 我这么比喻好了 在用香水的时候 这个香水在别人 喷在别人身上 一股风 一阵风带过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香 但是我让你喷在你的手上 你这样去闻 整个盖住你的鼻子去闻 喷在一个杯子里面 整个罩住你的鼻子在闻 它整个所有的前香后香什么的 它的这些香调 全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什么 就是这种就是很闷 这种就是打群架 所以香料也会呈现这种状态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配方 如果你的记忆掌握的好 8大味就很够用 13香就超级够用 22香是真的是很有特色 很精准的人去调配的 其实很多名牌的店 可能他们就是5到8味 第一个他们的香料会很好 第二个他们的老卤水非常的好 所以老卤水不一定是 以前我之前不是有讲过一部电影 梁朝伟跟郑秀文演过的一部电影 就是讲他是百年牛奶店的一个少东 然后有一天 郑秀文发现他们家的老卤水里面 有一只蟑螂就把他们家的老卤水 整个倒掉了 于是他到别的牛奶店去买了很多牛奶汤 牛杂汤回来 然后再把汤沥出来来做老卤水 所以老卤水呢 它关乎香辛料 它跟香辛料的关系 症相关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多这么大 它最重要的还是在养护和 它我们卤味跟卤味之间的这个吸收 我们把卤汤呢 看作是一个人 一个人他怎么样才会更强壮 他要有外界的营养补给 外界营养补给 我们平常会是什么 B群啦 然后VC啦 然后补铁的补钙的 那卤味也一样 我们每一次在卤东西的时候 每一次在卤东西的时候 你所有的这些肉类 你所有的卤的这些材料呢 它都会回馈给卤水东西 它同时它带走老卤水的香气 它带走的很少 它回馈的确实会很多 油脂啦 然后这个皮脂啊 这些 所以呢 老卤水它就像集合了很多很多精华的 一个汤料 它就会让你的这个食材呢 变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做料理 总是离不开高汤的调味 你用什么味素味粉 你都比不上高汤 好 那为什么味素味粉 它一直去追寻的效果 就是模拟高汤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 除了这种鲜味 肉味之外 它还会让你的肉香 有这种增强的效果 好 所以这个就是老卤水的魔力 那老卤水 大家就说了 那这个老卤水呢 它为什么还有就是素菜 大家说素菜 为什么我们去卤素菜的时候 要另外把这个卤汤拿出来 而且卤过素菜的这种汤呢 它不能再放回这个老卤水里面 也不能放回我们的常规卤水里面 为什么 很多人会说 那是素菜里面 比如说有像马铃薯啊 有像藕片啊 这些带有淀粉的东西 它是容易发酸 这个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的原因 其实我们每天在卤东西时候放的鸡粉 它们也是有用电 大家不要看到鸡粉 它里面是有大 也是有一定量的淀粉 去来做的 它里面也是有淀粉的 那为什么不会发酸 我们放这个鸡粉的时候 有时候放的50-100克 它里面有淀粉 有一定的含量 而我们比方去卤一些 比如说像马铃薯片啊 藕片啊 这一些带有淀粉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已经冲洗干净了 它在卤汤里面 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淀粉 那是为什么我们说 它不能卤过素菜的东西 一定要拿出来 不能回卤这个老卤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卤素菜 它是一个只抢取豪夺 而不会回馈卤汤的东西 你素菜它只会吸取 卤汤里面的肉味 它只会香气鲜度 盐度 它只会吸这些东西 但是它并不回馈卤汤 所以这为什么 就像一个人 他被抽进了 抽空了他的蒸汽一样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原因 当一桶这个水 它已经它所有的蒸汽 所有的养分都被抽走 它就是一个活死人了 它就没有什么用了 而且为什么卤完素菜的东西 它容易发酸呢 这个并不是说 它里面什么淀粉多之类 这些都是很小的 细枝末节鲜 最重要什么 它把盐分抽走了 我们知道肉类 它是自带盐度的 但是素菜是不会 所以素菜会极大程度 稀释你的卤汤抽走盐分 大家知道糖跟盐 一扫的东西 它会什么 它就没有天然的防腐剂了 它就会酸掉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卤素菜 大家就不要再问什么 基本问题 什么卤豆干 卤这个腐竹 卤这个马铃薯 卤藕片 卤海带结的这些 卤这种豆腐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一起卤 真的不能一起卤 因为它就会让你整个卤汤 抽空了蒸汽 这样子你的卤汤又容易发酸 然后又容易 又容易发酸 因为缺乏了盐度 又容易变味 然后也被抽走了蒸汽 所以作为老卤去养护这个汤 它一定是不能去卤过素菜的 然后是一直在卤肉的时候 我们一直有肉 我们卤完一大锅肉时候 它回馈了很多肉香的时候 我们就取出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开店的朋友 在做卤味营业的朋友 一定要制定一个可行的 周期性的计划 就是今天我卤的肉类是比较多的 我卤的这种食材是比较多的 我今天卤完之后 我就要养一份母水起来 像我们做泡菜也是需要母水 这个就是我们发财的种子 大家要看成是这个老卤水 如果你要做卤味生意 老卤水就是你发财的种子 所以你就是一直要养护一些起来 包括卤油 老卤油它的香气也是格外的不一样 今天大家听得很认真吗 什么都没有问题 老卤油 老卤是放进冷藏还是冷冻 大家要记住是冷冻 要放到冷冻 需要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拿出来常温退冰 不要去加热 它的品质还是有变化 不要一整块冰的时候就去加热 我们还是常温 让它慢慢退冰到 退冰到成液体的状态的时候 成液体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回补到卤汁里面 然后几度老卤可以放进冰箱冷藏 没有 只要你的冰箱 这边再跟着大家一个错误的观念 很多人就会觉得东西要热的时候放到冰箱 这个东西热的时候放进冰箱 会弄坏冰箱或什么 其实都不是 所有的东西热的时候放到冰箱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讲了刚才的那个问题 会保持在一个容易生长细菌的环境 50到60度 然后东西就会坏 所以有时候很奇怪 东西明明放进冰箱了 有的没放进冰箱 反而放进冰箱的那个坏掉了 会觉得很纳闷 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实你就是人为的 制造了一个容易酸掉的环境给它 所以你的老卤在很烫的时候 你放到冰箱会有个什么问题 你周遭有一些食物 被这个温度影响 然后大家都产生一个容易滋生细菌的温度 尤其是在我们的冷藏库里面 冷冻库倒还好一些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 这个我们通常说东西要放到凉再放到冰箱 只是阻止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让容易产生细菌的温度 停留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导致它发酸 所以东西我们要么就热很热的时候 我们直接放到冰箱也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的冰箱状态是好的 它的降温速度是快的 所以大家知道吗 海鲜的这种新鲜程度 食物的新鲜程度 跟你的速冻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你今天你的冰箱是不够冷的 你的冰箱放到你的东西放到冰箱里面 它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到冷藏或者冷冻可以保温的时间 你的食物就很容易变质 你的肉类就很容易是不新鲜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海鲜的包装上会写 急速冷冻-18度 瞬间急速冷冻到-18度的超鲜保存条件 然后运送到你这边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急速冷冻就会让东西保鲜的效果会更好 如果没有这个效果 你的冰箱很缓慢的话 它又长期又处在一个密闭 然后一个整个环境 第一个又耗电 你的冰箱会不停的炙热 然后你整个环境 包括你周遭的食物都受到影响 就一直停留在一个40 50 60度的这个区间里面 你里面所有东西有可能都会发酸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们保养卤水要关注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温度的问题 然后所有的其他的一些辅助了解的手段 比如说卤油是不是厚的呀 有没有油啊什么 都很它全部都正相关的就是一个温度导致它发酸 第二呢是什么 盐度跟甜度 我们知道我们的卤水肯定不是甜 大家都知道盐度跟甜度到一个趴数之后 它就是天然的防腐剂 它就不容易腐坏 那我们卤水呢不容易腐坏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咸度够 所以大家看有些有经验的师傅很奇怪 他没有要卤东西 他今天晚上他卤完了 绕干净残渣的时候 你突然看到他往这个桶里面补卤盐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有经验 因为他知道今天卤了非常多的东西 他这一锅卤汤呢 他的盐分已经被抽走的差不多了 如果他不补盐进去呢 他很可能这锅汤呢 他会发酸 所以他盐度如果够的话 他就把明天事先要卤东西的这个盐度补足 他就直接放盐了 是这个原因 然后好 我看一下评论区的问题 大家开始活跃起来了 讲到卤水大家都有劲了对不对 生财秘诀啊 中药才炒辛香料时炒完直接用卤包 这个也是我们中药才处理跟卤味里面 一个正相关很关键的问题 这个朋友应该问的就是 我们的中药的这个香辛料炒过 放到卤同里面 跟直接放到卤同里面香气是不是有差很多 这个我告诉你呢 他有几个 他取决于几个变量 第一个呢 有的香辛料他炒过确实是会比较香的 但是呢 这个如果是你要短时间 要这个卤这个香料发挥作用的话 比如说今天你的时间就比较的急 或者是今天你养这个卤水的时间 就是30分钟 整个中药才下去就30分钟 你可以稍微炒一下 但如果今天你有充足的时间 他这个香料 比如说有什么会炒完 比如说桂皮八角 类似于这种皮厚厚的这种多性香料 我们炒过 他的香气会更好 不容易发焖 我刚才说的这个发焖的状况 有可能就是前期没有处理过 那我们的香料呢 有几种的处理方式会让它的香气更好的挥发 然后呢 更通透 没有这么闷 我们说的炒过啦 用水泡过 用白酒泡过啦 那中药材的香辛料 我觉得跟炒过有很大的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油 很多人搞不懂 就是它的这个香辛料 为什么它出来的这个 很多人都搞不懂 它的香辛料用起来 为什么它出来的这个 在你香辛料没有问题的状况下 都是好的香辛料 它出来的香辛料味道是这么的直白 这么冲 味道很重 比如说桂皮八角一些 你要考虑是不是你的油少了 你的如同里面 长期都要保持有一层的油料 没有油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香料 它里面的香气因素是提取不出来的 只靠水 它也有一些 它里面每一种香料 它里面的香味成分会很多 但是大部分溶于水的这个香味成分 它是很凛冽的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它溶于油里面的这个香气的部分 这个芳香因素的这个部分 它是很圆润的 所以大家知道很多东西 它用水泡之后 它就很直白的出来一些很冲的味道 但是一旦有油下去之后 它整个香气整个圆润度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猪油牛油这些动物油 它们的一些这种动物的这种三心味 又直接消掉一些人角 它就会更 味道会更好 所以你的香心料 你的香度做得好不好 有时候跟什么草 酒泡 虽然有关系 但是最有关系的是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油 你这锅里面到底有没有油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 大家要善于去使用卤油的部分 然后中药材可以放到老卤里面 其实冷冻吗 这个不行 任何的中药材 我们都要在固定时间 有时间看一下我前面教的 这个中药材的使用 中药材都要在一定的时间 把它打捞起来 我们一副中药材 通常我们讲 如果是大家还不熟 不懂得变化 这个中药材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是固定一个配方 然后卤三次循环使用 第一次我们就是半个小时 到40分钟一定要把它捞起来了 第二次我们就一个多小时 第三次就整个过程让它煮 整个过程养这个卤水 以两个小时我们直接再扔掉 所以一定要捞掉 就像有一个朋友说 一定要捞起来不然会发苦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香料 如果它就是泡在这个卤汤中 它有一些味道 就是比如说比较厚重的这种惰性香料 它到后面 你的前面的就是这种活性香料 味道已经会发完了 你泡在卤汤里面 它的惰性香料还有一些鱼味 而且它的鱼味通常都是苦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到的 卤包如果泡在一起的话 你整桶卤汤整个你的风味都会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整个配方它就不平衡了 它有一些香料的味道已经全部都完了 它已经没有发挥功用在里面了 但是有的它还是有功用在里面的 所以它整个味道跟苦味什么都会出来 就是整体的一个失衡 所以药材捞起来之后 汤是不是要大滚 我们说只要养护卤水的话 在台湾这种湿热潮湿 尤其是刚好是这么适合 又潮湿又这么适合细菌生长的环境下 建议大家保养卤水的方式 就是每天大滚 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卤完之后 我们要用非常蜜的蜜肉勺 把它里面打捞得干干净净 然后把桶边 边上的这些雪墨 这些浮起来的东西 打捞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们再开火 大滚了之后 然后我们让它静置就可以了 之前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要加盖呢 如果大家真的很怕 比如说有虫子飞进去 或者是什么厨房 难免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盖一层这个杀布 什么情况下可以盖盖子呢 就是保证你这个汤已经没有水气 已经放凉到没有水气 再蒸腾起来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再加盖子 再加盖子 这样你就不会有水滴下去 然后我们平常盖 就是如果要对这个乳汤进行盖盖子的话 一定这个盖子呢 以防万一我们都是要擦得很干净的 什么办法我们可以让这个盖子擦得比较干净 我们可以喷这个酒精去擦 因为它这个也不是食用的部分嘛 只是盖子 那这样子的很大程度就可以阻止这个细菌的滋生 然后呢即便有一些水气要滴下去呢问题也不大 这个中药槽跟油槽跟水泡哪个会比较香呢 刚才前面就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大部分的卤味它的方香成分是溶于油的 溶于油而不溶于水 所以呢 我们有一部分呢 它又会跟酒呢 酒这个酒浸泡过之后跟水的效果是不一样 酒浸泡过之后呢 有一些香料 有一些香料浸泡过酒之后 它散发出来这个芳香掉会更好 所以呢 比如说这样的香料有什么呢 花椒啦 花椒啦 然后胡椒啦 类似于一些这种辛麻辣味的这些 泡了酒之后 它的这个芳香气会更好 没这么闷 所以呢 我们处理中药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甘草 油草 然后呢 水泡都有 哪一种比较香呢 可能要根据每个配方的经验来讲 但是总的来说 大部分的香料呢 都是油草会比较香 但是油草呢 它也有一个缺憾 就是呢 它会很快 过快的 就是挥发掉你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香气 那很多师傅呢 他不计成本 比如说我做卤味 我不计成本 他会怎么样去做呢 他直接用这个厚油 直接去炸香料 炸香料之后它捞起来 再放到卤包里面 连这个炸锅香料的这个油 炸锅香料的这个油 然后呢 一起放到这个 这个卤汤里面 好 然后呢 这样呢 你的香料就比较香 但是你这一副中药呢 就用不到三次了 两次 两次可能 差不多 用不到三次了 就卤东西 还看你的 卤这个食物的量嘛 所以用油炒过 它就是会比较短命一些 嗯 嗯 大滚后放凉可以包保鲜膜吗 可以 大滚后放凉 你就不用包保鲜膜啦 你直接盖住就好啦 就不要浪费保鲜膜 环保一点 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抓住一些 我们做卤味的一些精髓 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精进你卤味的技术 是什么呢 不要去 不要 不要妄想去操配方 也不要高兴你得到了一张什么秘方 这些呢 作用都不大 当然配方好的 是确实是有锦上添花的作用 但是呢 好的如水 才是锦 你在锦上绣花才有用 如果你就是一块破布 在上面绣了花 就是破花布 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破花布是没有价值的 锦上添花才有价值 所以呢 这锦是什么呢 就是你养卤水的技术 那今天呢 总之呢 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做卤味 我们要做到的技艺 其实是非常难的 它不是几节课 或者几个 你听了几个要点或什么 甚至有些人就是 可是你有时候 大家去菜市场 菜市场啊 一些很 就是一些很民风的 或者是社区型的一些小店 它做了十几二十年 甚至你从小吃到大的一些店 你觉得它某样食品很错 但是它卤味就是永远也卤不好吃 为什么 因为呢 真的要做好的卤味 它真的是要花非常大的心思 在养护卤水 养护食材这一方面 那它可能 他们就是夫妻店 永远就是两夫妻 在经营着一个 一个店 一个小面店 那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精力 去做这个卤水的这种养护或者什么 所以他们的卤味永远都是没有什么味道 只能就着酱油膏吃一吃 反正就是对付吃一吃 它肯定是很难出什么 有这种精髓风味的 有这种精髓风味的这种东西 所以卤味真的是一个蛮难的课题 它真的不是一时半会 真的能学得会的 在于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很多师傅 他可能不会去选择做卤味 他喜欢比如说做这种快速型的料理 热炒型的这种料理 为什么 他就是当时当下一次解决 但是卤味就像一场餐 就是一场餐饮业 或者一个创业的马拉松 永远永远都要很有耐心的 去处理每一样东西 调控每一样的中药 养护每一次的卤水 然后保持一样的味道 还一直要去感受这个咸度甜度 它每一个调味料 它都是在你每一次 你今天卤五斤跟明天卤十斤 你需要做的这个养 这个卤水的回 就是回到这个基准线的这个难度 都不一样 今天你卤了五斤 明天你卤十斤 后天你卤十五斤 然后你要怎么加水 怎么加中药 怎么去回 怎么加盐 怎么去回到那个基准线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朋友就是在我的这个短影片下面 或是在群组里面去问 问一些很僵化的问题 我有时候觉得很想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任何一个固定定量的东西 你去问这个对卤味有什么影响 这很难回答 这个就大家知道一个成语叫克舟球剑 你在一个地方克上一条线 你就在那个地方克舟球剑 你捞不起来那把剑了 我的卤水后面加完中药后会微酸 但不是坏掉的酸 我们的卤水如果不是坏掉的酸的话 会有几种原因 第一个是你的香辛料里面 有一些这个香辛料里面有一些会发酸的 这个香辛料它的味道 它的这个配比过多了 它的味道出来了 比如说有什么呢 橙皮啦 山楂啦 然后滋壳啦 这些去油解腻的这一些香辛料 它都有可能会发酸 多了它都有可能会发酸 或是跟这个香辛料的品质有关系 那第二呢就是 我不知道你的卤水是不是放酱油的 只要是放酱油的卤水也有可能会发酸 因为酱油反复卤的话 它就是会有一个酸的尾韵 第三呢 我不知道你的卤味是不是会放一些酱 只要是会放一些酱的 比如说大陆有很多这种卤味 它会教大家放这个皮线豆瓣酱 会教大家放这个甜面酱 然后这个甘黄酱 类似于这种放酱类的卤水 其实跟放酱油卤水是一样的 它不好养护 它不好养护 它都是会发酸的 所以大家看 大陆很多厉害的卤味 它为什么它们会做到这么好吃 老卤水它们是不放酱油的 它们是不放酱油卤的 所以它们的老卤水它可以反复卤 只有糖色 只有用糖色去染色的这种卤味 它是不会有发酸的问题 它是可以一直循环 顶多就是你糖色炒不好了 它会有一些苦 它会有一些苦韵 但是它就是不会发酸 所以跟酱油也有关系 那就是酱油跟黄豆酱都是会产生一个酸的尾韵的 像我们平常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火锅底料 我们用火锅底料一直去烫菜 烫菜吃到最后 大家可以去尝一下火锅底料的底汤 你看一下是不是发酸 因为它就是脾线豆瓣酱炒的 如果煮到最后 但就很奇怪 就是有一些火锅底料 它你前期吃起来很香 但是它就是会快速发酸 这个跟它脾线豆瓣酱用的品质 跟火锅底料的品质有关系 就是有时候火锅底料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它很难取得平衡 就是某个非常知名的品牌 它就是开始 那半个小时你觉得很香很好吃 吃到后面连肉都会有一点酸 这就是跟它用的脾线豆瓣酱的品质 跟量有关系 总之有酱 有黄豆 有酱油 这些都是会容易 有一个酸的尾韵的 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说 这个卤味要做的好吃 这个酱油真的不是什么关键的东西 好吃 如果大家自己在家 比如说做卤肉或什么 就一次过的这种 大家可以考虑酱油 但如果是长期做一个卤水 做这个养老卤的动作的话 大家一定要学会 就是用这个糖色来操控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你甚至去买这种 这个焦糖色 焦糖色来调色 都比酱油要好 就是对于 不是教大家去用焦糖色 是对于养卤水来说 有了酱油之后 卤水真的是没办法再养了 它就越来 它会越乳越黑 越乳越苦 而且还有一个说到糖色 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问题 就是大家如果 真的是有使用到这个糖色的话 大家要去抓一个度 有时候就是 这是非常 就是比较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学员会问我 为什么卤味 到了最后我开始的时候 看它明明是卤的 这个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再到一顿时间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闷泡一下 这个卤味再捞起来 它就过黑了有一点 那我们知道 这个糖色我们调下去的时候 你在刚开始看到它卤的时候 它是要留一点余地的 因为后期我们所有的这个卤味 它都还会经历过一个氧化的过程 如果你在卤的时候 你看起来它颜色很漂亮 刚刚好 捞起来过一回 它就会有过黑的 有这种过黑的状况 它在这个卖相上就没有当初这么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 就是还是要留一些些的余地 在颜色上 不能一开始 哪怕你就是用酱油卤的 你也是要留一些余地 因为往后它还会再氧化 就变很黑 很难看 如果用酱油或者黄豆酱 是不是不能做心卤 不要老卤 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折衷 如果你一定要用酱油卤的话 你要养卤油 这个办法是稍微可以缓解一下 就是养卤油什么 就是你每一次卤 你卤味漂浮起来的那一层油 比如说你卤一些猪 或者是你就刻意放一些油 猪皮很便宜 猪皮我们买一些猪皮 然后我们每次卤东西的时候 我们加一些猪皮进去 或者是直接就加一些油进去 让你的卤味渗出来的油比较多 然后它的中药的香气跟肉香气 其实会留在卤油上面 你的卤水不够丰厚 你没有办法养老卤的时候 你养卤油 它的香气还是会有 但是如果你没有老卤的话 你的肉感 你的肉的质感会没有这么好 这个老卤呢 它是有胶质感在的 汤越浓稠 你卤出来的这个肉口感会越好 就无论你是多新鲜 多好的肉跟食材 如果你的这个卤汤 你的卤汤有欠缺的话 大家不信可以试试看 为什么很多好吃的卤肉饭 百年卤肉饭都是一样的猪肉 都是一样的进货 哪有那么多这么特别好的猪肉啊 你会觉得就是有些店家 他会一直去宣传 它的肉是怎么怎么来的 多好多好 其实那个真的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的老卤可以让肉的口感 肉的胶质 肉的这种丰厚度 吃起来完全不一样 所以老卤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它不仅对你的香气 对你的肉香有非常 还有这个香料的香有非常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对你的肉的质感 口感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不养老卤的卤味呢 它就是会有欠缺的 包括你卤一些类似牛筋啊 牛肚啊这样比较硬的东西 它老卤都会 为什么你去吃有一些店家 它永远就是这么的绵软 它真的是时间掌控特别好吗 闷得特别好 你有时候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时间啊 这些都没有掌握好 其实不是 这个老卤它给这个肉的质感 带来的这种效果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好的老卤 它就会对一些卤味店 形成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真的考验耐心 有些小店它做得非常好 就是店家呢 它愿意用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 然后这个金钱成本去养它的老卤 但是这样的店家其实不多啦 或者说真正领悟这个技术的店家也不多 所以很多卤味 它只能说做到比较中庸 可能新卤的那两次呢 它中药香气很充沛 但是呢 它从口感到肉香上有所欠缺 那碰巧这几次呢 它的老卤有做起来 或者是它这几天生意特别好 它卤的货量比较大 那它的卤汤是不是 肉的这个浓度比较高 它那几天它的肉的质感品质香气又会特别好 但是总是很难稳定 但是如果有固定的老卤下去 它有搭配好一个固定的老卤浓度的话 那它的卤味就会很稳定的好吃 猪油可以啊 变黑稀释水释不行的 变黑是这个 我说的是这个氧化 我说的是氧化的问题 所以大家呢 卤东西的时候 哪怕是在家卤或者是卤酱油 大家一定要留有一点余地 否则呢 你要看它觉得它颜色有一点点浅 也不至于太浅 有一点点浅的时候 大家就要 这个染色这个部分就要收手了 大家不幸看 自己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做这个东坡肉 或者做这个红烧肉 我们看着这个颜色就是它很好了 然后我们起锅 很吸引人我们起锅 起锅过了一会儿 你会发现它还怎么变这么黑 就没有刚刚我们在咕咕咕咕咕咕冒油的时候 这么的感觉这么诱人 这么食欲这么好 然后这个黄黄的红红亮亮的 红红亮亮的这种感觉 撑起来就比如说糖醋排骨啊 什么这些 大家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 就觉得是不是放凉了 它有点黑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氧化了 所以包括大家在做料理的时候也是 看到颜色 就你调颜色的时候 差不多就应该收手 留一些氧化的空间 它经过一些氧化之后 那个时候颜色刚刚好 这个倒是蛮妙的 是一个蛮惊艳的问题 需要就是比如说师傅一些 长期的一些经验在 好吧 11点半了 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 蛮丰富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看 这些都是我多年的经验 以及请教一些老前辈的经验 还有我经过一些科学论证的经验 非常丰富的有料的一些知识 就是送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要在五位天地这个世界里 要创造一些成绩 创造一些奇迹 要创业 或者说你从现在开始经营 到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变成百年老店 就一定要先开始教他 怎么去养老乳这件事情 好今天很激动 都讲到烧身了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今天直播间人还蛮多的 没有的话 那就过了 我的直播大家都很喜欢 在我睡着的时候突然跑去看 早上一起来 发现很多没有赶上我直播朋友 都有在补课 好比较欣慰的一点 就希望大家多多上来提问 这样也会提点我 增进我一些知识 增进我一些关于乳味的知识 不知道今天在直播间 有多少是在乳味上有营业 比如说可能你开着一家店 你有其他东西 乳味只是作为你的一个很小的 一个项目或者是其中的项目之一 比如说开面店 你们家也有乳味 不要小看了这一些尝试 我刚才讲到了任何一点 你可以从其中一点去改善的话 比如说香气 即便是你没有办法去养卤水 你可以养一些卤油起来 但你卤味起来的时候 你淋一些卤油上去 你的香气跟风味都会不一样 但如果最好的话 还是要有老卤水 你的质感 品质肉香什么都会完全不一样 当然不要小看了 就算你是一家面店 你的卤味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的营业额会提升三分之一 真的这个是非常科学的数据 所以就是这边 大家做好卤味 无论是你的餐厅是什么类型 哪怕是热炒店 如果有好的卤味都会吸引客人来 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未来想自行营业卤味店 那就要好好听我的直播 好好看我之前的影片 有非常多的知识 都是免费的去上课去交费上课 老师未必能教得到的一些东西 好今天就是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加入我们的群组 如果有任何香辛料 需要营业用 批发用的香辛料 还有花椒辣椒 皮线豆瓣酱泡椒等等 欢迎加入我们 柳莲麻辣专科粉丝团 然后找我们的客服去询问 营业用报价都会比较便宜 报麻辣博士粉丝有特惠 好今天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粉丝团 然后多多对我们按赞 然后鼓励一下我们做免费影片 还有免费直播 教大家技术的这一些初心 越多人鼓励呢 我就会坚持的越久 就像老鲁一样 越养越丰厚 好啦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